那现在我们看到58奖 58奖的相对简单一点 妨碍对公司企业的管理止息罪 它主要是受贿类犯罪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和它的对合法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 那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行为方式 包括索贿、收受贿赂和单纯受贿 三种行为方式 索贿就主动要 收受贿赂就被动收 那无论是索贿还是收受贿赂 都必须要为他人谋取利益 这是跟受贿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不同 那这主要是一个文字解释的文字 各位可以看到163条 然后我们还可以对比一下 391页受贿罪 391页受贿罪 说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他人贿赂得 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为他人谋取利益 那大家根据中文的基本表述习惯 因为索取他人财物得 后面有个逗号 所以呢 他和为他人谋取利益 就被切断了 所以这个为他人谋取利益 就只能修饰 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你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为他人谋取利益得 那很明显 为他人谋取利益 只能修饰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这是为什么385条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罪 他收受贿赂 需要为他人谋取利益 但主动的索取他人财物 是不需要为他人谋取利益的 是哪一个重要的 这是一个文明解释 根据标点符号来做出的解释 但是各位看到163条 回到213页 它的法条文表述的是 索取他人财物 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中间是没有斗号 索取或者非法收受 加起来一起斗号 为他人谋取利益 所以这里的为他人谋取利益 他既可以修饰非法收受 又可以修饰索取 这就是为什么 非国家工作人员 受贿罪中的索贿和收贿贿 都必须要为他人谋取利益 好 至于第三种是单纯受贿 单纯受贿就在经济往来中违反规定 收受各种回扣手续费 归个人所有 这个是不需要为他人谋取利益 所以现在这种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其实是很很常见的 非常非常的这个常见 所以我们现在刑法修正案11 也提高了本罪的法定性 这个罪最高是可以判处 无期徒刑 比如说很多很多类型 这个那么这个这个主体呢 是非国主体 非国主体 如果是国家工作人员 那就直接构成的是受贿罪 所以这里面关键是做实质解释 这个村官 如果村里面有个房子要出租 你给了村官钱 村长 村主任就把这个房子租给了你 这个是利用村务管理质便来收钱 那就定的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但是如果村官那负责这个政府的事务 你给他钱 比如说现在要签坟 那么由村主任的负责来调查 你家有多少个坟 其实你家就两座新坟 就两座坟 结果你一下搞成200座坟 你给村官塞钱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 那就可能构成受贿罪 就可能构成受贿罪 所以这里的关键呢 看他是村务管理 还是公务管理 还有公务管理 所以这个罪最大的区别 这个跟受贿罪最大的区别 那关键看他是国家工作人员 还是非国家工作人员 那之前我们也讲过 比如说医生利用这个开处方来收钱 即便是公立医院的医生 这个处方权也只是一种技术性权 那么就只能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但如果是医院的领导利用采购药品来收钱 公立医院的采购权 那这个钱是国家的 那就直接应该认定为受贿罪 大学老师在给学生期末考试的时候来收钱 那么这定的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因为这只是一种技术性权 但是如果在招生的时候 招硕士招博士来收钱 那就直接定的是受贿罪 好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 那显然它是一种对合 那主要注意它必须要谋取不正当 必须要谋取不正当 不正当利益呢 它包括两种不正当 一种是实体不正当 一种是程序不正当 实体不正当这个很好理解 就是它本子上就是不正当 程序不正当呢 它其实是一种机会性的不正当 比如说有十个人来给你这个企业来做一番 但是呢 你这个第一个人给了你钱 所以你让第一个人来做 其实第一个人的资质也是最好的 但是问题在于呢 从十个人中间进行民选 那并不一定就会选资质最好的 所以这就是一种程序上的不正当 那因此呢 这也叫做不正当利 也叫做不正当利 好 那刑法修正案 后来还增加了一个对外国公职人员 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刑贿罪 但它谋取的不是单纯的不正当利 它必须谋取的是不正当的商业利益 不包括不正当商业利益以外的其他利益 这些大家都自己看一下就可以了 签订履行合同私职被骗罪 这其实是一种独职类范罪 但是它的主体是国有公司 企事业当 它的独职类范罪 注意它是不包括 非国有企业的 因为非国有企业的独职 我们并不管 这只限于国有企业的签订履行合同私职被骗 所以它显然是一个对合法 因为有人构成签订履行合同私职被骗 那就一定有人构成诈骗 同时它也不包括公务员 因为如果是公务员的话 那它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那它也有一个单独的犯罪 在独职罪中 在406条叫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私职被骗罪 所以这个罪名五六年内大概会考一次 只知道有这个罪就可以 签订履行合同私职被骗罪 它只针对国有企业的单位 那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 因为严重不负责任被诈骗 它其实属于一种亡乎职守性的犯罪 它的只针对国有公司企业的单位 好 那么这一讲我们就给大家讲吧 感谢观看